俄国战争开打已经满月了 何时才是尽头呢 基辅媒体报道说 俄罗斯军方下达命令 要求5月9号战争就要结束 还说这是俄罗斯的胜利日 但是俄军能不能获胜 那可不一定 乌国声称 他们已经夺回基辅以西的马卡利夫 乌军正在奋力反抗 甚至要拿下制空权 远处炮声隆隆没停过 树林间不断有黑烟飘出 这里是乌克兰宣称收复的马卡利夫 地面只剩残骸 汽车被炸的焦黑变形 建筑也是整栋沦为废墟 险见战火多激烈 俄罗斯想尽办法要重新占领 乌克兰电视台采访同时 也能看到俄军发射的导弹 出现在空中 而且一天好几次 当记者跟着军人到处查看时 前方马上传来巨响 大家立刻跑到旁边建筑物避难 当地居民也不能安心 马卡利夫会持续遭到猛烈炮轰 马卡利夫会持续遭到猛烈炮轰 炮弹仿佛流星 坠落地表到处炸出火花 这是乌克兰炮兵对俄军的全面反击 同时也持续挖壕沟备战 除了马卡利夫 乌克兰也宣称在伊尔平击退 八成俄军 空拍画面可见 到处断圆残壁 显然付出高昂代价 同时基辅东边也有新突破 大约55公里的农村地区 也能看到俄罗斯军车被毁 成为乌克兰战利品 只是这些乌克兰捷报 可没让俄罗斯军队因此挫败 围攻基辅的计划照样进行 凌晨12点基辅市中心警报大响 过去一个月内基辅市也遭遇 大大小小的炮火攻击 但在全民积极对抗下 基辅都挺了过来 就是这样的信念 让乌克兰熬过这30天 但现在俄罗斯又有新动作 俄罗斯新一代战术伊斯坎德尔导弹 疑似锁定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外国雇佣军训练基地攻击 另外俄罗斯国防部还释出乌军据点被毁的新画面 现在更传出俄罗斯军队被下最终命令 要在5月9号 也就是俄罗斯的胜利日前结束战争 因为这一天是苏联接受纳粹德国投降的日子 如果在这之前没结束 普京面子挂不住 逼得俄军得加大力道再开红 第二大臣哈尔科夫上演激烈交火场面 同时俄罗斯更宣布 完全控制了临近哈尔科夫的重要据点19亩 打算在这里训练部署后备役 来补充军力缺口 继续入侵行动 TP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谢谢向如 再来关注的是乌克兰南部的战局 现在乌克兰的海军就公布了一个画面 指示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大型的登陆舰 奥尔斯克号被炸毁了 而根据了解这个登陆舰 可以运载20辆的装甲车 还有45辆的装甲运兵车 以及400名的散兵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后备的运输军力 现在也被炮弹摧毁了 而这个登陆舰被乌克兰方面炸毁之后 其他旁边两艘的登陆舰也纷纷撤退 不敢登岸在黑海的周遭来徘徊 就有媒体说很有可能是俄罗斯媒体 由于他们曝光了这样的登陆行动 被乌克兰的军方掌握 所以才会导致有登陆舰被炸毁 而现在乌克兰的军方呢 也非常需要这些防空的武器 我们看到的是其实在马里乌坡尔 断水断粮民众也纷纷逃离了这个城市 寻求一线生机 它已经是被泽伦斯基形容着圣经当中的末日战场 而现在呢 如果俄罗斯方面 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防空系统 汉飞弹以及反坦克飞弹 可以说是协助这个城市不被再围困 距离爆炸声响从港口传出 民众拍下滚滚黑烟直窜天际 还有巨大火球 这是乌克兰军队大反攻的胜利火光 乌克兰海军更在脸书曝光长达七分多钟的高清版画面 停泊在亚素海港口城市 比尔江斯克的俄军大型登陆舰奥斯克号 被乌克兰海军摧毁 其他艘俄国军舰就怕被波及立刻落荒而逃 华元当时停靠港口的俄军黑海舰队 包括短吻二级大型登陆舰奥斯克号 还有至少两艘缠除及登陆舰 欧洲太空总署也一擒二楚拍下黑烟蔓延亚素海的卫星照 讽刺的是这回俄国军舰被摧毁 全是因为自家人出卖 被炸最惨的奥斯克号上头可载运20辆战车 45辆装甲运兵车及400名士兵 或1700吨各式车辆货物 是苏联20世纪60年代后期研制装备的大型登陆舰 就在俄媒大外宣占领别尔江斯克时 也让登陆舰的位置曝光 比尔江斯克港自二月底被俄军占领后 主要任务是支援东边约70公里 围攻马里乌波尔的俄军补给 现在被击破让俄罗斯蒙受一次尴尬损失 不过让守在马里乌波尔的乌军提振士气 俄军在马里乌波尔的围城行动也受到阻挠 饱受战火摧残的无辜百姓等了好久 总算叛到人道援助 数百位军民从废墟中涌现出来排队领物资 随着战争持续延烧 乌克兰趁着俄军卡关之际 在多个城市展开绝地反攻 以寡敌众还能守住整整一个月 乌克兰成功的关键在于没让俄罗斯载至天空 CNN访问两名乌克兰空军飞行员 他们不会演 尽管证实还能取得空中优势 但乌克兰在武器数量上面还是劣势 向西方喊话提供新的飞弹军武系统 才能更有效打击俄罗斯 尽快让这场战争划下据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